大家好又到了彭哥赋予录的时间 哎今天彭哥帮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台股的一个转折上面的一个变化 包括昨天 美国的我们美国其中大选的结果出炉 一样 共和党跟民主党各拿下一个 哦 一个他们要的一个结果 重点不是这里 重点是昨天的美股在我们睡觉 哎要起床前面两个小时 再狂拉拉到多少拉了500点 好道琼涨了500点 好这个东西造成今天盘是继续的往上涨 那这个继续往上涨彭哥也其实在之前节目上面还有我们的 哦 我们的字卡上面都有告诉大家 今天的盘是会容易先开高 之后再去找 持续开高或是开高走低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被动跟细经营今天的转折一定要让大家赶快掌握清楚 到底是要继续追多 还是之前彭哥我们有做一些空方标的到底要不要停损再反多 哦这个是关键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盘中的一个现象 好今天盘中现象加全收到每股大涨500点 哦在今天早上一开盘 突破万点之后 又开始回落 哦那整个反弹波已经达到 下跌波幅的一个五成 从11000点一路跌到9400点 9400点之后再拉拉拉拉拉拉拉了600点 哦我们告诉大家整个盘是 整个反弹起来 已经接近到五成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细经营跟被动员件 现在进行的是终极反弹修正 终极反弹修正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A B C波 的那个B有没有 大A之后来一个大B 大B了之后 今天应该就类似是B波的一个高点 那个位置 那他会不会继续再转成C波往下跌 这个我们持续帮大家做一个关注 好我们看到开盘 今天开盘开的高高的 但是他的买盘在5分钟之内 感觉到他的买盘就是没有那么积极 我买盘意愿不高 这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容易开高走低 好高线高都要这样 空投控盘的一个特性 好加盈指数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彭哥这边一直在标10048 10048就是这边前波高点的 下跌K的开盘价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今天早上 应该是要来挑战10048 因为为什么 他一开盘就刚好贴在 我们的能量线的一个位置之后 往上面顶 往上面顶 但是一顶 1万 应该是1万010几点 10018 的状况 好顶上去之后 他又掉下来了 高高加加 他又掉下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关注点就是 今天他竟然开上能量线的 但是他竟然没有站上 就是说他第一个 他没有去突破上面的一个 我们讲的平台高点 第二个 这个位置我们能量线到底能不能守住 这个也是关键 今天如果收不上还掉下来的话 代表中级反弹的这个反弹波 不够强 那可能他又会回到 能量线跟 方向线的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位置 如果他更弱一点 他更弱一点 跌破方向线 那个西坡的下杀就会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 字卡这边写的 今天大盘要告诉大家 他先往上面攻击 挑战前坡高点10048 好下跌能量 我们讲的这个下跌的开口能量是扩大的 下跌能量扩大 这个有没有看到 这本来很小 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来越大 大到现在这个嘴巴都还没有合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买盘缩手的话 这个盘是不容易涨的 是容易下跌的 然后华欣科我们赶快看一下 他一样的 在昨天的收盘拉到涨天板之后 告诉大家 他是明天 有机会会往上面开的 为什么 他的小时 他的短线的周期 是往上面攻的 所以代表今天一定要往上开高 创高 继续往上面走 果不其然今天往上面开 但是一开之后 我们讲的乖离过大 他容易会做一个修正 为什么 买盘会说 这个地方是空头 这个区间是空头反弹特性 今天第一天站上之后 他到底能不能站上我们能量线 不知道 可是重点 他不要跌破能量线 跌破能量线就求了 刚刚将他就求了 就是像我们上次讲的320 他要挑战 没有来到319.5 那后面就是怎么样 再跌再跌5成 320 跌到现在破150 好破150之后 你看看 这样子 这样来回是不是超过5成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你要注意 现在的现象就是 我们讲的 他是跳空开过能量线 只要今天收盘的站上能量线之上 他才能成为空头反弹 没有站上 没有站上 他就是空头趋势 所以 重点 今天尾盘 是我们的关键 好 环球晶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环球晶 他的目标价就是这个318 这个我们这条趋势线的位置 为什么 在我们之前讲的 他就独独站上我们的能量线之后 他就在那边高档在那边做 盘 我们讲盘间震荡 就算中间有出现一只 吞4K棒 可是他的位置不是在真正的转折空的位置 所以这个下跌K的力量是不够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今天应该是能撞上我们的 趋势线但是没有撞上 所以他现在有点转弱 然后开始往下面压 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 因为他一定要真的摸到一次 我们讲的就像比赛一样 不管怎样子 再快再慢都要冲到 中点 这样子才代表是 你有完成这个比赛吗 一样的这个修正就是一定要摸到我们的 什么线 我们我们的趋势线 好我们就好好关注一下 不然他摸到之后他就会在方向线 或是能量线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测试支撑的位置 所以空头反弹是这样子 一直刷刷刷刷刷 所以在这边其实操作的动作要降低次数 越少次数赔的越少 就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加权只要站上前波的10048 就能破坏空方趋势结构 我们讲的空方结构低要破低 高不能破 不能过高 低要破低高不能过高 可是如果你低 开始没有再破低了 高会过前面高 那他就整个都会转过 就有点像我们在用布林通道一样 他本来是下跌轨道之后 他会转上 上涨的一个轨道 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关键 所以他1048加权指数 站上去 我们加权指数的空方结构 就会改变 好细晶圆就是这一波反弹 最强的一个族群 环球金短线目标就是 趋势线的位置回目区 这趋势线位置价格会一直飘 像今天他就在318 明天最后再317 后天会在316或315 他的依此类推 他就是趋势线 他是下降趋势线 所以他会慢慢往下压 好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 均线的一个用法 好被动元件落后细晶圆反弹 华兴科是不是能站上能量线 转为空头反弹 这个是关键 好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讲的被动元件他是比 矽晶圆再弱一点 他后面才开始发动上涨 华兴科今天是跳空站上能量线 站上能量线 但是今天能不能收上能量线 他是关键 收上去就后面会走环球金的路 收不上去后面 一样继续做一个盘跌的动作 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转折的一个用法 所以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一些概念 操作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要告诉大家 最近的行情真的不好做 没有趋势真的 就是小赚小赔 我们只能降低出手次数 我们出手就是为了大赚 那出手 他既然他不给我机会冲 那我只能先撑的吗 搞不好 小赚也会变小赚 好他会认真正正 正出最后会有一个反向出来 真的不行 我们再把我们部位砍掉 就这样子吗 我们拿之前赚的钱一部分 来去做这次的测试底部的一个单 也是不错的 为什么 如果他真的转向了 我再停损板多操作多方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多空的异位摇摆区 同学在这边好好的忍耐一下 等行情确定出来的时候 要反手再反手 没有确定之前 我们不要随便去改变我们的操作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很多人撞不到钱的一个原因 该忍 忍不住 不该忍拼命做 就是会这样的现象 好 所以彭哥讲了那么多方式 你认同我的一个操作模式的话 下面是我们的 可以关注彭哥的文章的一个地方 Lite跟FB 都在下面 我们我们有加入方式在那边 所以 你想要赶快了解一下趋势的操作用法的话 彭哥这边每天都会有一些 心得分享 我们心得分享都会分享给大家 我让大家知道说 操作股票原来就是这么的容易 并没有像人家讲的忽多忽工 忽多忽空 忽多忽空是盘面的一个走法 但是我们做股票绝对不会忽多忽悟空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今天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观念的话 觉得不错在彭哥的文章上面按个赞 让彭哥知道说你有在看影片 好 好吗 OK 好 那我们彭哥FB 明天见哦 拜拜